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判处如下 全体起立 被告人成经帝 犯 聚不执行判决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 本不想让这个事情发生的 本来是兄妹情 十年的这个就业生活出来 变得这样的无情 让这个农夫医生的故事被据在我身上重演 是我就是深深感到就无法接受 这名女子叫陈金帝 她说现在的自己就像是一位善良的农夫 被亲手救的那条蛇咬了一口 陈金帝口中提到的那条恩江仇报的蛇不是别人 就是她的亲哥哥陈碧荣 2011年4月21日 春日的上海阴雨飞飞 不过对陈金帝的哥哥陈碧荣来说 这将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2002年 陈碧荣被判入狱14年 因为表现良好 减刑4年 她提前出狱了 55岁的陈碧荣身体状况不是太好 但值得庆幸的是 她还有亲人 年过九旬的老父亲 还有在她服刑期间 对她一直关照有家的妹妹 陈金帝 陈家里是一个妹妹 然后我跟我妹妹从小也是一起长大 最近都没有封态 所以感情是很好的 铁铁铁铁 陈家兄妹七个 陈碧荣排行老六 最小的妹妹就是陈金帝 2002年 陈碧荣入狱前已经和妻子离婚 儿子也被妻子带走了 所以她入狱的这十年 最常去探望她的就是妹妹陈金帝 尤其是后来陈碧荣身体不好 患上了糖尿病 也是妹妹送医送药 一直照顾着她 2011年出狱后 陈碧荣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陈金帝 原来因为两年前家里的老房子动签了 陈碧荣得到了一大笔动签款 而此时这笔钱正暂存在妹妹手里 在2009年的一次探望中 陈金帝告诉陈碧荣 父亲名下的老房子马上要动签了 家里人都有份 按照动签政策 她可以获得15万的补偿款 妹妹当时跟我说是15万一个人 因为我妹妹也经常计较我给我这个费用 然后呢 我就说 等会带我出院了 你只要给我上5万 我露个假 以后的事就不容易操心了 因为服刑 陈碧荣无法亲自处理拆迁事宜 他就写了个委托书 要求把自己的拆迁款交由陈金帝保管 以便自己出狱后有个依仗 可是陈碧荣出狱后却发现 妹妹居然跟他撒了个弥天大谎 我出来以后看到了这份协议不对了 情况不对了 我应该得到三份 一份当时是25万 应该得到三份 原来陈碧荣回到家 从父亲那看到了一份家庭会议纪要 里面清楚的写明 当年家里人关于老房子 洞迁补偿的分配方案 他应该得到的补偿款 根本不是陈金帝告诉他的15万 居然是71万 15万与71万 这差了很多呀 这其中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洞迁的政策有了巨大调整 还是陈金帝有意在欺瞒陈碧荣呢 那份关键的家庭会议纪要 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早在2008年 家里位于黄浦区老太平弄的老房子要拆迁 这套房子在父亲陈瑞林的名下 老父亲年过九旬养育了兄弟姐妹七人 他们的户口也大多在这套房子里 我原来的老房子上下两层封了两个户口 封了两个产权层 这也是在洞迁之前搞好的 搞了两个产权层 我两个兄弟下面 我妹妹我姐姐还有我父亲父母 负债一个一块 那么我上面这一块呢是给我妹妹还的 洞迁之前按照房子上下两层的格局 家里人被分成了两户 一层的这个户口里 包括了陈碧荣的大姐和两个哥哥 而二层的这个户口里 则包含了老父亲和老母亲 二姐陈宝帝一家 陈金帝一家 以及陈碧荣一家 总共11位安置对象 楼上的这个户口对应了22.8平米的产权 为这11个人带来了近300万的巨额补偿款 所以他们决定开会商讨这笔钱的分配方案 为了保证还在服刑的陈碧荣的利益 陈金帝专程去监狱探望了陈碧荣 于是2009年2月8日 老父亲陈瑞琳召集全体成员 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 最后经过一番商讨 终于得到了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分配方案 用这笔293万的巨款 申购了四套洞签房 剩余的165万则进行现金补偿 父母亲获得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以及17万元人民币 二姐陈宝帝及儿子 获得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以及42万元 最小的陈金帝及儿子 获得两套房子 以及16万元 而缺席的陈碧荣 他不拿房子 获得数额最高的71万元的补偿款 这个结果获得了家里人的一致通过 并形成了一份家庭会议纪要 相关人员都依依签字为证 讨论到我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房子 我只有洞签补偿 然后因为这时候只有我妹妹在操作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补偿 先激发我妹妹 等我出来 她给我 一位陈金帝是陈碧荣的全权代理人 2009年3月11日 洞签公司把陈金帝名下的16万 陈碧荣的71万 以及家里其他人的补偿款 一共109万元 全部汇入了陈金帝的银行账户 由此看来 陈碧荣应得的房屋洞签款 确实是71万 而且几年来一直暂存在陈金帝处 家庭会议纪要上写的一清二楚 而陈金帝的亲笔签名也是赫然在列 那为什么陈金帝当初跟哥哥说的补偿款 只有15万呢 陈金帝说 他手里的那份属于陈碧荣的洞签款 其实只有25万 根本就不是71万 多出来那50万 其实是属于他自己的 按陈金帝的说法 因为他名下的一家除了自己和儿子 其实还有再婚的丈夫和其子女两个安置名额 所以按照25万一个人的标准 这50万是归他的 至于在家庭会议纪要里 为什么要归到陈碧荣名下 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时是因为被分出去的大哥和大姐来闹事 陈金帝为了平息事态 就把这50万的实际归属隐瞒下来 说成是在陈碧荣名下了 陈金帝说实际标准是每个人25万 扣除自己这些年花在哥哥身上的钱 确实只有15万这么多 自己并没有撒谎 那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家庭学义是说 我娘家的部分是71万多 可是我娘家出来 我娘家 我小姨说 就是我娘家她自己去安排 这钱是给她的 此时的陈碧荣尽管心生不满 但她又觉得 这么多年妹妹对自己确实相当照顾 陈碧荣跟妹妹说 其他都不追究了 只希望妹妹能从自己那部分钱里 拿出十万块给儿子 到最后说到我儿子 因为我儿子也有案子 我儿子也是案子对象 我觉得我的衣服没问题 算了 我儿子也要给他一个交代 你就给我十万 我就这件事就了了 你是我妹妹还是我妹妹 就是这件事花了 71万变成了15万 这些都是生态自我严肃 妹妹不仅侵占财产 更隐藏了一个十年的秘密 农夫的阴谋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按说就算陈碧荣应得的补偿款 是陈金帝所说的25万 陈碧荣提出十万块钱的要求 也不算过分 但是就是这个要求 也被陈金帝拒绝了 陈碧荣迟迟拿不到属于自己的那份钱 不仅如此 从父亲和姐姐那儿 他还得知了一些 更让他吃惊的事实 陈碧荣说 在他服刑的最后几年中 除了妹妹陈金帝 家里其他亲人 一个都没来看望过他 而这一切 竟然都是妹妹陈金帝 有意安排的 农村了以后 然后从那时期 我的妹妹就不让我家里人 来去救我的 他是通过各种欺骗的法员 对我家里人说 你们救不了他 我妈提过好几次 要去看我 不让我去看 就是消息已经被封闭了 就是母娘就这里面 我小孩在外面 这我小孩跟母娘就在建筑 大家都不让他建筑 就这个情况 这样一来 对于家里的事 她只能听到妹妹一个人的说法 而在关键的那次家庭会议上 陈金帝也对陈碧荣 隐瞒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甚至在关键利益上 并没有替他争取 按照我这个情况 我能够对一套房子 还有补偿款 对 但是我妹妹 当时这些情况都给我目标了 都给母 都没有给我说 当时我们每次在家里人 开这个家庭会计的时候 考虑到这个 补偿款 跟这房产 房产 怎么分发 对一个协议者 对 但是他隐瞒了 不仅如此 对于妹妹声称 自己前前后后 为陈碧荣花掉了11万的事 陈碧荣也从父亲和姐姐那 得知了让他意外的事实 原来陈金帝为陈碧荣 办事花的那些钱 都是父母和其他兄妹一起凑的 让陈碧荣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此时的陈金帝 会有如此让人费解的变化 会为了金钱 完全不顾亲情和曾经的承诺 他为什么他是欠心太大 他这个情况当中 有一种病 问题就是说 他这个性格 后来演叹 开始搞欺骗 陈碧荣始终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局面 他说一定要当面和妹妹问清楚 究竟为什么不还钱 跟我说了这两句话 就是你放我吧 我医生就这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 什么机会 就是这笔多钱 到他手里 他抓到了钱 一百零九万 我就跟他说 今天你往都走 我往起走 换句话说 我要告你 2012年3月 陈碧荣一纸诉状 把亲妹妹告上了法庭 要求陈金帝返还自己 71万元的房屋动签补偿款 法庭上 陈金帝坚持说 他手里那份属于陈碧荣的动签款 只有25万 扣除这些年来多次去探监 花掉的8万 最后他只愿意支付陈碧荣动签补偿款 17万元 亲生兄妹 一招对簿公堂 最为难的就是他们的家人 但是这一次 亲人们却不约而同的站到了陈碧荣这边 静小的这个小经啊 不好 中国母亲 他这个心不正常 懂吧 要 要 要去去家里人 只要去他 我这个时候 我求求了我小弟弟 因为我弟弟应该有房子 我回上海之后 我跟我小弟感情还是蛮深的 目前走到这一步的 他把金钱放在地里 不是把金钱放在地里 很心痛 2012年9月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 判处被告陈金帝 全额归还陈碧荣71万元的洞签补偿款 当事人态度强硬 对法院判决拒步执行 但要强制执行时 却突然人去楼空 农夫的阴谋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拿到胜诉的判决书 陈碧荣终于松了口气 可就在此时 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陈金帝失踪了 他甚至缺席了法院的开庭审判 更令人吃惊的是 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发现 陈金帝名下居然是一无所有 除了每月2500元的养老金 没有银行存款 没有房产 没有车辆 也没有股票基金等一切财产 这个时候 案子陷入了无财产可执行的困境当中 陈碧荣说 妹妹手里有钱 名下有房 怎么会陷入这种局面呢 据陈碧荣说 陈金帝当年结婚的时候 在永家路有一套小产权房 后来洞签 他又拿到了一大一小两套房子 以及109万的洞签补偿款 因为陈金帝的突然失踪 法院只能强制执行 可是当法院一一查证的时候 却发现 永家路的小产权房和小的那套洞签房 早就过户到了陈金帝儿子的名下 而陈金帝名下 大的那套洞签房 却被他悄悄的卖掉了 拿到了85万元的房款 而且陈金帝很快就将这笔钱全部提现 同时还注销了这个账户 而至于最早的那笔109万洞签款 更是不知所踪 总之陈金帝的名下是一无所有 屈教授 你看2012年9月判决下来之后 陈金帝就消失了 消失之前还把他的名下 所有的财产全部都转移了 他的这种行为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一般来讲 我们的法院像类似的案件 因为这个还毕竟是家庭内部的这种纠纷 会采取教育批评和这个劝导为主的这种方法 如果过分严厉 那么其他的亲属或亲人也强烈要求他执行判决的话 是可以采取像类似于司法拘留的措施 如果再严重的话 法律也可以就把它和普通人一样的看待 那你这是一个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犯罪了 可以追究刑事事 这个怎么认定这个恶意呢 我们说被执行人呢他有能力旅行 他故意的去不旅行 不继续旅行的判决裁定 那这个时候人民法院就可以追究他的 考虑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好我们一起继续关注这个案件 现在呢是找人找不着 要钱没有 难道大家对这个陈金帝就没办法了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陈碧荣尽管赢了官司 却始终没有拿到那七十一万元 判决裁定以后在网上登出来是什么情况呢 妹妹私称出遇哥哥的洞钱款 这样一个标题登在网上的话 本来我不要得到这种效果的 现在就是我的臭名已经远扬了 羊肉一点没吃到 稍臭一身 最令陈碧荣没想到的是 妹妹这一消失就消失了两年 这两年间 父亲还患上了膀胱癌 病重不起 几经弥留 这个案子意味减刑 因此我们认为 被知情人陈金帝涉嫌拒之犯罪 于是向公安机关发出了 请求协查被知情人下落的那个公函 2014年10月17日 陈金帝终于被逮捕归案 原来10月18号是陈金帝的生日 他终于从躲藏已久的浙江农村返回了上海 这两年来 他抛家舍业 东躲西藏 最后还是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因为拒不履行判决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对陈金帝进行了15日的司法拘留 从我们法院的处理角度来讲的话 也不希望于基于一个案子的判决 把这家庭矛盾去扩大化 所以在派量刑之前 我们曾经也跟陈金帝沟通过 希望他能够达成一个妥协 和原告达成一个妥协 把这案子妥商处理掉 但是到目前为止 陈金帝没有这方面的表示 鉴于他强硬的拒不履行判决的态度 2014年10月底 徐汇区法院正式将陈金帝 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 以刑事罪名进行立案侦查 随后 徐汇区检察院正式以拒不执行判决罪 对陈金帝提起了公诉 2015年1月19日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法院认为 关于陈碧荣 诉陈金帝返还71万元动签款一案 被告陈金帝是完全有能力偿还的 当年那笔109万的补偿款 以及他卖掉名下动签房后 拿到的85万 总额近200万 可陈金帝却对这些钱的去向 给出了很多种说法 因为我这两年不是工具已经动机了吗 然后我看病啊 我的生活备用 包括那个 用于生活 看病 还有脱掉了一部分 被窃 被窃有一个包裹里面 包裹所有的 还有吧 没有 法庭注意到 你到案以后 陈对这85万元的去向 有过不同的供诉 有借给意大利的朋友 也有投入股市 也有投资 养老院 并没有像你所说的 是窃 你怎么解释 陈金帝最后给出的解释是 109万的动签款 70多万 炒股赔掉了 余下的30万借给了国外的朋友 85万的卖房款 50万投资养老院的项目 剩下35万 一部分花掉了 大部分被小偷偷走了 而且不巧的是 上述几笔款项 不管是投资还是借钱 一概凭证 都一并被偷走了 判决于下 全益起立 被告人成经地 犯 拒不执行判决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 人民法院 发生效率的裁判分书 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凭证 让打赢官司 并有条件执行的当事人 及时实现权益 是我们法院的执政 陈金帝最终锒铛入狱 然而 因为他的恶意不执行 哥哥陈碧荣 从2011年出狱以来 四年的时间都被纠缠其中 所以我很郁闷 我把这个案子给拖死了 判了一年 一年之后又能怎么样 是不是 等于他这里面 判了一年 我娘家还是一分期都没得 对不对 我娘家还是这样 他这里面还是出来做 他是没钱 看到这儿 有的人可能觉得 陈金帝快六十了 坐一年牢出来 这个事是不是就算了 钱就不用给了 也许大多数老赖 就是抱着这种心态 在负与顽抗 但现实又怎会如他所愿呢 刑法 这是一种惩罚 我从事实上认为的 这是对你犯罪行为的一种惩罚 并不因此可以减免 或说抵抗掉你该旅行的民事 因此这个案子无论结果怎么样 对人民法院来讲 只要这个案子一天没有执行到位 我们的措施一天不会停止 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依法治国 对执行男这个关键点 也进行了大力的制度建设和资源总和 最高人民法院近几年来 正着力打造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执行系统 也就是老赖黑名单 通过信息化手段 对上了这个黑名单的老赖们 进行正常生活上的诸多限制和打压 薛教授 近年来被执行人恶意的逃避法院的裁定 这好像成了一个社会顽疾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这个问题一直在我们国家比较突出 最高人民法院主导之下 各级法院开始建立一个 这种失信的被执行人的系统 那么也就建立一个黑名单制度 对不执行法院判权裁定的被执行人 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 在目前的这种法律体系之下 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这个措施主要是限制高消费 比如说像坐飞机或者坐软卧 甚至坐高铁的比较好的座位 是禁止了 那么第二条 他信息目前直接的送达和银行是联网的 银行也就不会像给这些人再发放贷款 他的信用因为是很不好的 就不会给他发放贷款 也不能你也不要想起办信用证 那么未来这个系统可能是进一步的 和其他的各个部门挂钩以后 他对这种老赖 对于这种失信的被执行人的 这种措施会越来越多 那么这样一来就会促使的这种有执行能力的老赖 你不能这么一下赖下去 现在陈金帝将会面临法律的惩罚 而这也将是一条枷锁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紧紧缠绕在他的心上 日夜拷问着他的良知 是否真能为了金钱 舍弃亲情与友爱 信誉与尊严 我们希望他可以早日翻然悔悟 真正履行法院的判决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屈青九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